第九百四十七集 说来话长 叶浩轩指了指一个 人工湖正中心的那个亭子道 我们去那里谈谈吧 余音默默不语 他跟着叶浩轩 从人工湖上方的走廊 走到了湖心的亭子里 他坐在叶浩轩的对面道 可以说了 你说吧 你想知道什么 叶浩轩说 杨历成 到底把我哥卖到了什么地方 余音问 真的是去做普通的余迷吗 你觉得是吗 叶浩轩反问 不是 如果真是那样 我哥不会就这样去了 余音摇摇头 准确说 是窩果的一个药器 因为 叶浩轩犹豫了一声道 因为他们在进行某些实验 需要一些体质特殊的人 配合他们的实验 你哥的体质与血型 很符合他们的要求 所以 所以 我哥就被抓去当实验品了 余音的手 微微的有些发挡 他一时间有些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可以这样说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的 那是一个特殊的组织 不仅是你哥 全世界各地 大部分国家的人 都为他们抓过去 你哥只是其中的一个 而我 也只是意外的 落入组织的手里 在一个实验集中营里 和你哥认识的 我哥 被抓去做什么实验了 余音的双眼有些湿润 他强忍着心中的悲伤 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具体不清楚 他在被抓走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叶浩轩说 那 你是怎么出来的 我的身份有些特殊 严格来说 我去窝果 就是为了那个组织而去的 那这些你需要保密 叶浩轩说 我知道 我不会向外说的 我只想了解一下 我哥的情况 余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擦拭干净了眼角的眼泪 你哥是一个看得很开的人 叶浩轩说 哪怕在集中营那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人吃人的地方 他也表现得很乐观 而且他人很好 我进去第一天 他把剩下来的半个馒头给我吃 闲聊的时候 他说他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只是唯一的亲人 他的妹妹 今后恐怕要无依无靠了 他还说什么 余音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如全一般地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他说如果我有幸活着回去 一定要找到你 告诉你他的情况 他希望你不要被伤 要替他好好地活下去 也好宣说 哥 余音失声痛哭啊 大颗大颗的眼泪落了下来 人与其他的动物最大的区别 就是人有感情 人会流泪 这是一种感情上的宣泄 叶浩轩默默地看着哭成一个泪人的余音 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心里颇有感触 余音的情绪他能理解 余江是他唯一的亲人 相依为命的亲人 有些时候老天是残忍的 有些人的一生 要一直走弯路 相信轮回吗 叶浩轩问 余音摇摇头 但随即他又点点到 信 一个人死了 无非就是从一个世界 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再从那个世界轮回 以前的事情无非就是一段小插曲罢了 你哥说 不想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哭 因为他教过你如何去坚强 叶浩轩说 我知道 我也不想哭 可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 余音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他一边哭一边喊道 我哥走了 我没有亲人啊 自从月宫回来以后 余音这数天 一直都像是行尸走肉一般 他没有流过泪 一滴泪也没有流过 因为他觉得一切都是一场梦 他会从梦中醒来的 他会等到哥哥像以前一样 来看自己 但是直到今天 他才发现这不是梦 哥哥是真的死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数天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爆发出来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叶浩轩默默地看着他 没有去劝他 也没有去安慰他 因为他知道没有用 或许余音只能用哭 来让自己渐渐地平息下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余音才算是安静了下来 他的双眼红肿 数天来没有好好地休息 加上这近两个小时的痛哭 让他显得十分的憔悴 他开始向叶浩轩诉说着 自己以前的事情 或许他现在需要找一个人 去倾诉 但是他说的 大多数是兄妹两人 相依为命时的事情 有喜有乐 有悲有痛 叶浩轩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地插上两句话 他知道 这个女孩正在慢慢地 从伤痛中走出来 她需要做的就是 顺着她的感情 慢慢地安慰她 现在好些了吗 看着这个女孩的情绪 已经宣泄完毕 也好宣笑了笑 好多了 余音说 那就好 我说过 以后我就是你哥 我带他照顾你 谢谢 我能照顾我自己 余音点点头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想知道 你说的那个组织 现在怎么样了 余音说 实验室在海底 后来被炸毕了 没有一个人能逃得出来 叶好宣说 叶好轩说 你哥的仇 已经报了 谢谢你为我哥报仇 但我想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是国安的吗 余音站起来问 比国安更神秘的一个存在 叶好轩想了想 还是把实情告诉了余音 我能加入你们吗 余音问道 能 叶好轩点头道 但是要吃很多的苦 要经过层层的选拔 总之很严格 而且 叶好轩说着站了起来道 一旦你成为了 那个部门的人 你将要和普通人的生活 说再见 你喜欢的人 和喜欢你的人 都不会再见到 你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更重要的是 有很多危险在等着你 或许一个不小心 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这是一个特殊的部门 就算是牺牲 你也不会成为烈士 你的名字 仍然只是最绝密的档案 将随着时间 而永远地封存起来 叶好轩的话 并不是在危言怂听 华下有天宫悬门六部 特勤局所辖的只有三部 另外三部 就连叶好轩也不知道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大凡进入特勤局的有 都要和自己以前的生活 说再见 这个世界看起来和平 看起来风平浪静 事实上是从来都没有安静过 有些争斗一直在黑暗中进行 每天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为这个国家而献出生命 你愿意吗 说完了这一切 叶好轩看了他一眼道 我愿意 余音认真地点点头道 我想得很清楚 因为我不想更多的人 像我哥哥一样 就那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尽管我的力量有限 但是我想尽一分力 仅此而已 好 回头我会为你安排 首先你要经过正审 不过你的正审 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看你的体质和你的智商 也符合要求 只要你能吃得了苦 接受一些特殊的训练 你就可以成为那个部门的人 我能吃得了苦 余音说 那就好 叶好轩点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 顺着这个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帅气的男孩走了过来 这个男孩显然是个学生 但不同的是 他似乎在这个学校是名人 因为有好多花驰女生 双眼望光地围着他 那驾驶恨不得把这个男孩 按倒在地上扒光了 而且还有些人 拿着照片什么的 来找这家伙签名 嘴里还不停地高呼着 天生 天生 看那驾驶就好像这男人 是一个多了不起的明星一般 而且看那男孩一副 趾高气昂的样子 就好像自己真的是明星一样 这是谁 叶好轩看余音 目不转睛的样子 不由他好奇地问道 梁天生 江州大学的校草 唱歌很好听 是好多人心中的偶像 听说他要和一个国际的明星同台演唱了 余音说 也是你心中的偶像吧 叶好轩问 嗯 余音没有否认 他的脸色微微的一红 你喜欢他 叶好轩问 没有 余音的脸更红了 有就承认呗 叶好轩笑了笑说 可惜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如果 现在你后悔加入我们 还来得及 我不后悔 余音摇摇头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梁天生 似乎要多看他几眼 把他牢牢地给记在自己的心里 叶好轩心中暗叹 终究还是花季少女 他笑了笑道 余音 我问你 你想不想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不想 余音摇摇头 你谈过恋爱吗 叶好轩没等他回答就接着说了一句 说实话 没谈过 余音的脸一红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男人 叶好轩又问 喜欢 余音点头 那就去向他表白吧 免得到时候心里留下遗憾 叶好轩数 啊 余音吃了一惊 他有些惴惴不安地问道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 尤其是女孩 你能行的 叶好轩笑了笑道 可是我 我 余音有些惊慌了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你恐怕永远都无法进入那个部门 叶好轩说 因为那个部门的训练是很残酷的 我去 余音咬咬牙 他知道叶好轩所在的部门条件 一定很严格 如果他连这点都做不到 恐怕真的会被淘汰的 可是 我刚刚哭过 我的样子一定很丑 余音犹豫了一下道 这个没问题 叶好轩笑了笑 不就是眼睛有些红肿吗 这点能难得倒他医生吗 片刻以后 余音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正常 他的气色很好 一点也不憔悴 拿着镜子照了照 他又恢复了一点自信 去吧 追求自己的爱情 不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叶好轩微微一笑道 好的 余音点点头 他远远地向人群跑去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 他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这对余音是一次考验 也是一次磨练 如果他真的进入特勤局 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一块冰 是不可能有自己感情掺杂在里面的 很残酷 他可能会因为执行各种任务 杀无数的人 变成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所以他必须忘情 梁天生的追随者很多 能在江浙大学中脱颖而出 被评为校草级的男人 这家伙还是有做小白脸的资格的 长相方面倒是颇为帅气 只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 让人感觉很不爽 跟着眼前的人围得越来越多 这家伙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他身边的几个小跟班 推推嗓嗓的把那群女生挡了下来 然后被这家伙开了一条路 一辆车停在前面 这家伙举步就要向车上走去 梁天生 于音及时地跑了过来 他穿过了那些人的阻拦 跑到了他的跟前 第一次站在自己暗恋的人跟前 于音有些紧张 他坠坠不安地搅着自己的衣角 羞涩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他这次来是要表白的呀 这是他心中的男神 也是校园中的风云人物 向他表白 他感觉到有些压力 紧张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你是谁 梁天生愣了愣 我 我叫于音 是物理系的 于音定了定神 鼓足勇气说 哦 于音 我听说过你 你是物理系的才女啊 梁天生说 啊 你听说过我吗 于音又惊又喜 以前的他虽然不自卑 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他一直把自己的心思 扑到学习上 所以交集不广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朝思暮想的男神 竟然会听说过自己 当然听说过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赶时间呢 梁天生看了看时间 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说真的 他感觉自己今天和这个 物理系的才女说的话够多了 像这种长相的女人 他见过不知道有多少了 他觉得以自己现在的身份 只要勾勾手 就会有无数的女人 前扑后继的 扑上来扑到他的怀里 因为他是名人啊 他是要和某明星 同台共唱的名人 他马上就要窜红了 而且那个明星 有自己的娱乐公司 如果不出意外 他将会被对方看上 然后签了那个公司的合同 公司肯定会力捧他的 只要他红了 以后将会有无数的女人 向他的怀里扑来 说真的呀 学校里的这些货色 他真的是有些看不上了 你能给我点时间吗 我想 于音准备了好一大堆煽情的话 打算对良天升降 尽管他根本不可能和这个人在一起 但他还是不想让自己的人生中 留下什么遗憾 正如叶好轩所说 如果他真的选择了那条路 那么以后他将和普通人 过不一样的生活 更有可通过了今天 他就再也看不到自己心中的男神了 所以尽管知道两人不可能 但是他还是打算把自己的心里话 向他说出来 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表白 哼 你想向我表白吗 良天升看了看时间 有些冷笑地说 我 于音愣住了 他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良天升的这句话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啊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回答我的话 是不是想向我表白 良天升问 是的 我喜欢你 我 于音点点头 你问问那群女人 哪个不喜欢我 良天升感觉到好笑 他不知道这个长相 并不算出众的女人 是哪里来这么大的底气 来向他表白的 他是校草 他是江浙大学万人瞩目的校草 他将是江浙大学一科 冉冉升起的明星 他的身份不是一般人 能够高攀得起的好不好 就算是比于音 长得还要漂亮的女人 他们也没有这个胆气 敢当众 向自己表白吧 这个女人 是想炒作自己吧 于音彻底的愣了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会是这么一副情形 当种表白 你犯得着这样吗 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 也没见哪个敢这样的 你敢说你这样做 不是为了炒作自己 喜欢我 你有这资格吗 你有和我相等的能力吗 你有和明星同台 演唱的机会吗 你是即将成为明星的人吗 你不是 既然你不是 那你凭什么向我表白 你没有和我们当户对的能力 你凭什么向我表白 你有这资格吗